感染新冠的7天内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大家好,我是佳哥 我们普通人感染新冠 在一个星期内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对此,北京小汤山方舱医院的医疗专家李教授 就发布了咱们一般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在这7天内相对应的症状 以便我们提前做了解 做到心理有数,从容面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7天里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在第一天正常的情况下 症状是比较轻的 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乏力 嗓子有轻微的疼痛 还伴有咽喉的干燥 第二天就开始出现发热的症状 可能由于部分人会烧到39度多 同时嗓子疼痛的现象会加重 第三天也就是发病后症状 最严重的一天 一般都会高烧到39度以上 同时伴有浑身的肌肉酸痛 乏力 喉咙像刀割一样的疼痛 在第四天 这些所有的症状就开始有所缓解了 绝大部分人的体温 在这一天就能够下降到正常体温 不会再有发热的现象 但是我们的喉咙 还是会伴有疼痛的现象 还有一部分人 从今天开始就会出现咳嗽 流鼻涕等症状 第五天的时候 我们的体温基本上都能够降到正常 可是流鼻涕 嗓子痛 咳嗽 鼻塞 身体乏力 浑身酸染 无力等症状依然是存在的 到第六天的时候 可能就会转阴了 我们的身体不太发热 流鼻涕和咳嗽的症状会加重 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病毒损害了我们的呼吸道粘膜 我们需要通过咳嗽和流鼻涕这种方式 把坏死的细胞给排出体外 直至我们的身体全部恢复 那到了第七天 身体上的症状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如果我们再去做核酸检测的话 很大可能就是阴性了 希望以上信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觉得有用的朋友请点赞支持一下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